大家好,我今天想继续跟路堂的朋友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验 喜欢读书的人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共有的问题就是书满为患 像比如说我在大陆的时候,我一去买书,每次一去买书,买一次人家就认识我了 为什么?因为我一买就是买几千块人民币 那大陆的书店有跟台湾不一样的样子 他在那个结账的旁边有一个专门有一个人帮你捆书 那我每次买书的时候又买了一大堆,所以你必须要车债斗梁 然后自己要当四九,要扛这些书,相当庞大 我买CD也是这样,所以书店这些单位的服务员一看到我就认识,一次就认识 现在台北也有一家专门卖大陆书的,他也是模仿那个方法 这方法我第一次看了觉得很好笑,但后来我发现到很实用 刚刚讲的喜欢书的人,他就会不断买书,他有那个影 一看到那个书他喜欢就喜欢买,但他不见了这一辈子看得完 那我就刚好在那个古文观子里面 古文观子里面有一篇这个清朝这个材质 圆梅,圆梅的一个小文章,叫做黄生借书说 一个姓黄的一个学生,来跟他借书 这个小品文讲的很有趣,他就讲说他那个 他以前这个黄生跟他借书,他就想到他以前还没有考取公民之前 他也是有这个困扰,他没有书,他就跟人家借 但他每次一借书之后,因为有还的期限,所以他就拼命的读 先读那个借来的,然后再读完以后,然后把它还给别人 而且他因为是借来的,所以上面不能没住 所以他就要写笔记,因此他就,这就是他读书的经验 那等他当了官以后,他有钱了,所以他到处的时候 看他喜欢的书,他就买,买了以后呢,树枝高格不看 为什么?没时间,因为不是很紧迫,没有那个要交 要还书的这个期限,的限制,所以他就 他就想到这个,其实我们会发现到 这个黄生借书说,他其实是一个预言 他就告诉你说,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这样,是借来的 我们从来没有说,在拥有什么东西 我们的生命,如果你用借来的方式的话 你就会非常珍惜,而且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加速的下去看这个东西 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前一阵子我搬家 从搬家的时候,最大的困扰当然就是书了 我用那个二十顿卡车,用了三卡车 搬书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之外 在这个之前要清理,要把很多书丢掉 要废弃,废弃的时候就像那个亲人的生理死别一样 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每一本书都跟你有感情 我在那边筛选的时候 翻来翻去,然后就有的时候先入沉思 有的时候等等等 先入蛮这个,先入一些回忆 但是呢,我淘汰的那些书啊,基本上都是什么 都是一些过时的,旧版本的工具书 比如说电脑啦,像现在我们以前学过Basic 学过Cobo,学过Fortrain 像这些东西,现在没有人学这东西 现在软体发达的很 根本不需要学这东西,像AutoCAD的 哇,从2.54版一直到R10,12 累起来都快一个人高了 还有其他的各种软体 那些书都是一个一个都跟砖头一样厚 但那些东西都过时了 因为它现在一年出一个新版 那些东西反而不是很久的 而很久的是什么?是经典 能够长期保存 我曾经看过一个台湾一个历史老师 他自己也写书 他说一辈子写一本就好了 但那本我看了也不怎么样 但是他里面有一个,他讲一个 他说他自己在高中教的历史 他说一本书出版之后 8年以后他才会看 也就是说你8年之后 这个书还能存在 就表示他有价值 有价值他在看 他浪费时间,浪费引力,浪费体力 那我们这个跑书会 其实也就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 你可以省的 不是开卷都有意 开卷不见得都有意 但是你必须要有人帮你 专家帮你先读过 过滤过以后 书好之后 然后再交给你 那刚才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这个书满为患的处理方式 我自己的处理方式 第一个我家里的书架 我不是用那个玻璃的 没有玻璃 全部是开架式的 为什么 那就像工具架一样 你要哪一本就拿哪一本 然后就把那个相关的 通通放在一起 但是因为刚刚讲书满为患 那我自己的处理方式就是 我的书架 那个厚度大概是一本半的 通常书架的长度都是 深度都是一本半吧 所以我的书架就是把看完的 那个放在后面 然后前面就两叠 所以我的书架的每一格都是压 那个木板都被压弯了 那这样还不够 因为你有影嘛 看书 所以拼命又买 又买新的 那你就要更新旧的 旧的不是拿去丢掉 因为上面都有你的梅柱 而且有参考资料 怎么办呢 用绳子把它团起来以后 再放到纸箱子里面 拿那个纸箱子 一箱一箱上面标注 什么什么类的 比如说孙子 我这边就有七八本 不同人的版本 有不同时代的 当然有一些是也可以丢掉了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没有那个 马王队还没出土的 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可以丢掉了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要读圆点 真正的 比如说孟子 薄薄的一点 老子那更薄 那其实那个圆点 都是非常薄的 没有注释 有了注释之后 越来越厚 那我们要从那个厚的 开始进去的话 很难 所以我们从薄的开始 直接接触圆点 我刚刚 我以前讲过 我说那就像那个 壁形干颜一样 没有人主角给你 你自己去主角 会更好 那所以因此 我想说还有一个就是 也有所本 就是我们讲的时候 都是根据哪一本书 哪个章节 你不相信 你自己翻 自己看 自己见证 那第二个就是 很多人就想说 喜欢买书 这本书又引 一听到这个人讲 介绍这个书好 他就买 结果呢 一个月花掉了五六千块钱 我一个月花了一万多块钱买书 所以我家里书非常多 其中都是图文并茂 最重要是一些 跟古代有关系的东西 文物 那OK 那刚刚讲说 有很多人他买书会买虫的 就说 这本书不错 翻了集结之后 就买 买了一毫没时间看 然后下一次又翻 这本书不错 四成箱子 结果又买了 结果买虫 重复了 像这些情形 都是一些很好笑子 有的人想说 他们叫附庸风雅 我觉得这连附庸风雅都谈不上 那个我自己 其实大小书我都有 在这口袋型的 最好就是被一期待 这个三五印书馆出的 在民国四十几年 它出的 然后这个是大陆 大陆出的 这种书都非常好 它可以随身期待 你到哪里走到哪里都可以 可是因为它的装定很差 不是很差 就是它 它是用 它的那个使用年限有限 所以你常常会翻的什么 翻成尾边三角 就像这个书一样 很容易垮掉 那因此这种书很廉价 但是 我用一种方法就是 我一买回来之后 我看到里面的内容之后 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我就把这个 比如说奇迹光 这技巧新书 我就把奇迹光的形象 你看 明朝它戴这个 没有耳朵的帽子 那它的奇迹光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我就把它画好之后 我用透明胶带 把这个书的重要的地方 补墙 周边 然后这个画就在那个透明胶带底下 永远也不会掉 然后呢 这个书我如果在看的时候 我在公共场所看 不小心掉在那边 我在等下拿的时候 我不用告诉人家 那本书是我的 为什么 书皮是因为我亲手画的东西 再来就是里面我的梅柱 里面梅柱都是用图画的方式 第二招 就是很多人都是 很多读书人都喜欢用什么 某某人的长书 还刻个长书章 或还有长书票 很多这种周边东西都很花俏 我不是这样子的 我就觉得有 我自己刻了一个章子 等一下 秀给你看 就是 我们的书的目的是在用 不是在藏 那个像以前我们常常在读书的时候 会有大学布订用书 大学布订 布是教育部 叫布订用书 就是这个教授的这个著作 经过教育部 专门的小组去审核过 认为说他合格 合格之后 颁发给他一个证书 就是布订用书 就是教育部肯定你这本书 可以当作教科书用 那不止这个叫本尊可以使用 他本尊还介绍图书 书馆 或者怎么样 像比如说三明 或者是很多很多家 等于以后我们会慢慢再介绍 这些书我一买回来 这些书之后第一件事情 趁着还有书箱的时候 立刻我做了一个特别的图章 这个图章写着无中成用书 然后第二行很熟悉的日期 我买书的日期 第三个就是地点在哪里买的 第四个是价钱 我直接把价钱写在这里 那这三个栏位有什么作用呢 那无中成用书怕他一盖以后 这个书就 谁也不能说是他的 那是我的 我独有的 我的用书 这上面就写了无中成用书 用书 就是要告诉我 这是我要用的 不是我要藏的 藏的跟用的差异在哪里 藏的你不能住没住 用的就是拼命用 用的尾边三角 卸完完到他受众认情 才值得价值 然后哪一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买的 在哪里买的 当然这个买油上是人家赠送的 有的是人家赠送的结缘 或者怎么样 什么原因 这上面来历都写在这边了 这用手写 然后最后一个是价格 刚刚我讲的 我从这个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买书 我就拼命买书 我就喜欢看书 我就买书 买了书之后 我就把价钱 当时的价钱 NTDollar 新台币多少钱 我写在上面 为什么 像比如说我刚刚讲了 我可以花一万多块钱买书 一万多块钱是一个人的生活费 那你不是疯狂吗 不是 我买书之后 我看了这日期之后 我就会督促我自己 那我不可能这本书 我这样盖了章之后 我还会买重的 重复的 没有可能 除非人家再送我 或者怎么样 或者其他的管道 再来 再来第二本的时候 我第二本一定是送给我的好朋友 读书好朋友 我认为他是一块料 我就给他 那刚刚这个章子 还有一个管制作用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会讲到的墨子 我们谈墨子的时候 会讲 有一本叫《清朝的孙怡让》 写的墨子行屋 我看那本书的时候 我的前后的跨距 27年 27年 从一个没有出 从一个刚出生一直到27岁 这么大的跨距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跨距 我们在墨子上 我们再讲 因为刚开始很难看 很难看懂 也很枯燥 那后来 我这中间看了很多其他的说 比如说那个王冲的论痕 还有那个其他的各种相关的著作 我才发现到 原来这本书里面 有这么丰富的内容 是我要的 原来是认为 这我都不需要 所以我不会再翻 中间我又看过那个 曝补子 什么很多很多 我们讲那个墨子上 我们再来聊这个 那结果 后来 看到其他的那个 其他的墨子 墨家的那个论说之后 我再回头看 沈宜让的墨子行屋 非常轻松 全部看完 而且只有很多没注 以前我在我那个雅虎的部落格里面 我曾经 我雅虎部落格的点阅率有15万多人 没有言情文章 没有什么就专门论述这些东西 就有15万多人在看 而且每一次我有新文章上推之后 半夜12点开始 12点一过去 啪啪啪啪 那个数字就一直一直跳 从那个几 从123一直跳 跳到200多 就可见说很多人看我的东西 而且都是这种所谓的半学术性的 这个一般如果说觉得不喜欢学问的人 就会觉得不知道的东西 都写这些东西 但其实很多有趣味性 还有启发性 像莫子那本书里面很多物 那个我们再谈 其实它有论辩 那个名家之言就是论辩的技巧 那个是跟我们想象 跟我原始的想象差异很大 但是我刚刚讲过 用这个章子来控制 你的整个的阅读的这个速度 跟你的长书 像我现在如果你要提到一个主题 比如说莫子 荀子或者是最多的 可能就是老子吧 老子的那个著作 《道德经》一大堆 我这边有很多版本 每个版本拿下看 有空就看 看就 因为你已经有这个概念之后 你看看新的人他有什么讲 当然有的很多东西 你觉得讲了 你觉得不符合你的意义的话 你可以当时就把它撕掉 或者是免得它污染到别人 或者毒害到别人 你就把它撕掉 这就不传了 那当然会跟朋友聊的时候 会聊到这本 可能就是有人有这样子的想法 想法不正确 原因是什么等等等 所以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 就是用书跟长书 还有那个黄生借书说 这个有空大家可以去看看 原梅 原材质 谢谢